白雪矮矮将山间染白 安徽天柱山12月6号迎来入冬出雪 一片白茫茫的山间吸引了不少游客 这雪景真的很漂亮 仿佛像我们来到了一个冰雪王国里面 不仅是游客被美丽雪景吸引 河南在五日也迎来入冬首场出雪 灰县景区里的两只成年大熊猫 遇到生命中的首场出雪 玩得不一乐乎 两只南方的大熊猫 是第一次见到咱们北方的雪 见到雪以后他们非常的兴奋 不停的然后在护卫运动场玩耍打闹 根据大陆气象局的资料 目前全大陆各地被冷气团笼罩 以北京为例 六号开始每天最高温只有零度 最低温则会降到零下十度 根据资料统计 北京极端低温为零下十六度 近十年来最低温则在零下十度 而今年很有可能会刷新极端低温记录 突然的强降温 也造成交通事故频传 河北承德日前就因为突然的降雪 导致路面结冰车辆打滑 而发生坠撞事故 强冷空气席卷大陆 最近这两天的低温还不是最冷 未来将有可能 有八到十度的降温幅度 断崖式降温提醒近期预计要前往当地的观众朋友 留意气温注意保暖 记者万少安报道